没有一个所谓民主制度是一个灵丹妙约 所以不能一概而论 所以我们必须要制定一个符合当地的一个情况 任何的选举民主的制度其实都是一个目标 就是为老百姓谋幸福 谋福利 让我们的精致可以发展 国家的发展利益可以得到保存 以前香港特区政府律政司司长郑若华 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没有一个制度是包治百病的灵丹妙药 制定一个符合当地实际情况的选举制度尤为重要 他举例说 欧洲人权法院的判例指明 当某地完善选举制度时 必须考虑该地的历史发展 政治状态 文化多元性等因素 因此 世界上所有地方的选举制度都需要调整和完善 香港亦是如此 在欧洲人权法院里面 其中有一个案子里面 他就用了怎样来形容每一个地方 来制定他的选举制度应该怎么样 他说欧洲各地的历史发展 他的文化多元性 还有政治思想等方面都各有差异 所以每一个替约国均有权按本国的情况 塑造自新的民主愿景 换句话讲 每一个地方都会用自己的方法来制造一个最适合 十字情况的一个民主选举制度 在涉及的是一个新的香港的民主选举的制度 有香港的特色 香港的特色就是我们有怎样的乱象 我们要回来 但是呢 也必须要符合到爱国者治港 那个一国两制的方针 郑若华分析称 此次修法的重点和特点 体现在广泛代表性 均衡参与 提升治理效能 改善行政立法关系 落实行政主导等几个方面 第一呢 就是广泛代表性 所以我们看到人数是多了 我们也有一个第二点呢 就是能够在社会上面呢 可以有一个更大的均衡有序的政治参与 所以呢 我们在那个界变里面呢 看到人大常委呢 也做了一些调整 第三呢 就是提升那个香港的治理效能 那第四呢 就是我们必须要体现到 一个整体的社会利益 那最后呢 就是回到我们基本法的政治架构 把行政立法的关系改良 改善 实时是有效的 把行政长官主导这一个制度呢 把它好好的落实 郑若华透露 当前特区政府正进罗密谷的 筹备本地立法工作 若得到行政会议同意 条例草案将于4月14日在立法会首读 为加快工作进程 目前律政司已专门成立了一个 20至30人的团队 专职负责推进法律修订工作 我们现在大概有4到5条 可能是5条的那个主体法律 还有相关的复数法律 我们都要做相关的修改 争取是14号要提交立法会一度 所以这个工作是很紧凑 很多同事们他们真的用了很大的力度 像我说不眠不休的 把这一个工作完成 因为我们是任务里面的第一个 就是在我们这里 那跟着之后呢 我们希望是5月底能够审议完毕 能够通过 因为6月就要选民登记相关的事情 跟着9月 12月 3月都有三场的选举 所以那个工作都是很紧张 就是你们说那边 我们可以找出来的 还是我们下固定的 所以我们下固定的 我们下固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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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下固定的